美国更新部署欧洲核武 罗防长违反核不扩散条约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20日说 美军已在积极开展战术核武器 以及在欧洲国家保存核武器基地的现代化工作 并表示吸收不拥有核武器的北约成员国飞行员 参加使用战术核武器演练 特别令人担忧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20日报道 邵伊古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国防部联系部 无故意上说 美国在北约盟国的权力支持下 加强了战术核武器 及其在欧洲保存地点的现代化工作 邵伊古强调 我方认为 这是在直接违反核不扩散条约 两国国防部制定了2024年前 确保军事安全的活动计划 相应计划得到批准